農曆新年前要大掃除 無線直立式吸塵機 易於收藏受不少家庭歡迎 銷委會測試了市面20款樣本 發現表現參差 想吸得乾淨 這兩款Dyson的樣本吸證能力最好 有4.5分 總評分也是最高 售價也是最貴 但是續航能力最差 分別充電超過3小時和4小時後 只可連續使用7分鐘和不夠9分鐘 設定連續操作10分鐘 續航力較差的樣本的電量 未必能應付一次過吸證面積較大的家居 所以比較適合由小販為短時間的清理工作 想續航力好些 特幅這款最好 充電大概3.5小時 可以連續使用超過半小時 但是吸證能力最差只有1.5分 菲利普的這款是表現較平均的款式之一 用大概5小時充滿電之後 就可以連續使用接近半小時 消委會又發現 無線直立式吸證機的吸證能力 比有線貫筒式吸證機差 很多時貫筒式那些 我們會看到因為它用的交流電操作 是用220V 而這些充電式的電池 就是電壓比較低 是低於40V 低於40V 吸力真的沒有那麼好 所以大家要想一下自己家居的情況 究竟是用哪一款吸證機 消委會又指 接獲有關吸證機的投訴 由2017年的47宗 增加到去年的89宗 主要涉及保養維修問題 東網記者李刊瑞報道 東網記者李刊瑞報道 都可惜了 中文明